英国国王查尔斯的加冕典礼 在昨天是顺利结束了 那么据我们所知 其实查尔斯国王依旧还是邀请了 他的小儿子哈利以及梅根夫妇 不过这画面上我们看到 最后是只有哈利现身 而且加冕典礼一结束以后 哈利王子马上就快闪离开了 很多人就说梅根到底去哪里了 为什么明明就有受邀请 但是却没有回来呢 现在就有八卦媒体 他们就指出 其实是王室设法让哈利回到英国 但是让梅根自己主动留在美国 他们说其实梅根非常散回来的 但是而且也非常的爱出风头 所以他们就故意跟梅根说 这个典礼这个流程 不会让你们露脸的 另外你们可能会面对 这个王室的爱好者 很多人不喜欢梅根 恐怕就会对梅根当众吐槽 所以种种原因累积下来 梅根可能就会觉得 这样子我回来根本就是自讨梅去 所以最后决定不回来了 所以这个国家询问报也说 梅根此次没有出席 其实是郑重了英国王室的下怀 因为很多王室仍然觉得 哈利就是被梅根给洗脑带怀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